今天是2024年6月3日 我们来到辉煌太阳门公司 很高兴我们要来请我们总经理 跟我们分享 爱迪生直流店和特斯拉交流店的故事 我们请总经理跟我们来分享 各位观众 大概在100年前 那个爱迪生刚改善灯泡的照明技术的时候 那爱迪生是采用所谓的直流发电 那直流发电主要的好处 就是在于它的那个发电效率 是在发电的瞬间是比较容易 而且比较便利 所以爱迪生他当时的灯泡 是采用直流电的方式作为电能跟光能之间的转换 但是直流电最大的弊病就是在于它在远端传输的时候 它的耗结会非常的迅速 大概在传输超过一公里甚至两公里以后 就会有数十%的整个衰减 所以它必须要在两三公里之内就要设一个小型的发电站 才能够供应大范围的那个整个造明的需求 那但是后来有一个天才少年就是特斯拉 他非常的仰慕爱迪生的名声 所以他从匈牙利远渡到美国之后 他经由有人的介绍投入到爱迪生的公司 那爱迪生为了要改善直流电的整个缺点 所以他就委托特斯拉帮他改善整个交流电的传输系统 那经过特斯拉一段时间的研究 特斯拉发现要用 他改用所谓的交流电传输的系统 他发明那个交流电的变压系统 及发电系统之后 才能够让整个电经过长距 他在瞬间可以增压到上万 甚至几十万伏特的电压之后 再经过远距离的传输 他才能够降低在传输时间 在传输距离中产生的传输的损耗 所以在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全世界大部分所用的电力系统 都是所谓的交流电的电力系统 但是一直到最近整个全球节能风气在起的时候 那今天我们家家户户 最新采用的所谓的节能系统 都是所谓的节能直流变压系统 因为整个电器在做能量转换的时候 用交流电去做转换成动能或者是光能的时候 直流电才是有最高的一个转换效率 所以我们一般的家用电器 为了符合整个整个节能的要求 所以我们现在反而整个整个家电系统 都是回到所谓的直流变压系统 那所以可以想未来整个电力的传输 会慢慢的又回到所谓的直流传输系统 因为我们现当今的科技发展 已经让整个直流电在传输的过程中的能耗 其实可以做到跟交流电的效能递减大概差不多 所以未来整个全世界的电能传输 回到直流系统以后 它可以兼具有远距离传输低功耗 那在我们家用系统又可以产生节能的效果 那以上就是所谓的一些电力的小尝试 谢谢各位 很感谢今天我们辉煌太阳门公司 给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故事 我是国际诗诗大学全球总校长庄永山 跟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 谢谢你 谢谢大家 我给我们买的最后 谢谢你 我给你